許冠傑,譚詠倫為演唱會彩排 又爆在梁漢文撞傷之前 已經提醒過對方 陳慧霖將舉行新碟音樂會 首次在麥花神場館開演的 他大感期待 坤寧和動作巨星Drane Johnson 在北京宣傳新戲 丈夫周杰倫也有現身歷賊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度》 校長譚詠倫近排絕對非常忙碌 世界盃的賽事固然是一場都不可以錯過 同時還要籌備 接下來跟歌神許冠傑 一起在紅館舉行的演唱會部分二 難得兩位再度合體 歌迷當然非常期待 Sam哥許冠傑和譚詠倫 今天為演唱會進行彩排 預告演出會跟Pak1很不同 希望為歌迷帶來驚喜 Pak1唱了三分之一的歌 剩下三分之二 這次的Party會全都唱出來 對,我們為何這樣唱 六、七十首歌 六、七十首歌 很多歌 不算上一次的歌 再準備了六、七十首歌 看到最近有指 譚校長是歷年 在紅館開演唱會長數最多的歌手 連Sam哥也金拜下風 很久以前已經不斷說了 不過不要緊,只是虛名而已 沒事的 黃姐… 不…別這麼說… 繼續想 你…你約給我而已 校長表現得這麼謙虛 因為他覺得另一位歌神張學友 大有機會超越他,破他的紀錄 我覺得他會,因為他年輕 起碼年輕過幾年 他22歲,當然容易一點 練練練 而說到世界盃 譚校長早前飛到俄羅斯看揭幕 接下來他也會跟一群老友 去當地看決賽 那幾天我已經飛過去了 我帶了很多人過去 上次我帶了幾十人過去看 今次更多 另外同樣是明星足球隊成員的梁漢文 日前看球時不小心撞傷頭 令他要連三十七針 譚校長就說早已提醒他 這個世紀黑仔,真的… 真的… 我已經說了他 前幾天我跟梁漢文踢球 我剛才說 你腳步浮浮,是否看球看得多 小心點 他說行了,我越操越好 然後竟然吸引,打開報紙 三十七針? 難怪不見了他幾天 陳慧林宣布會在今個月 在旺角麥花神舉行新碟音樂會 提到這次是他首度 在比較小的場館演出 所以心情也特別興奮 很期待 因為沒試過在麥花神做表演 而且知道麥花神 會跟粉絲很接近距離 所以這次試試看有多接近 這次演出 Kelly還準備了三套衣服 配合不同歌曲的風格 由於要唱快歌,又要跳勁舞 以至有件事令他很頭痕 其實真的要挺接近 因為舞台小 我這次有一套快歌 那套快歌 還要在音樂劇形式表達 所以要整個辦公室的場景搬過去 然後有幾張寫字台 後面還有一隊現場舞台 所以整個舞台都被迫爆了 然後還有七位舞蹈員 連我還有八個人 站在充滿道具和場景的一個台 我擔心沒有位置跳 因為他們有很多穿插 也要排一下,要練習一下 Kelly這麼用心準備演出 她表示也可能會叫寶貝仔來支持一下 提到大仔劉昇這個月生日 她透露沒什麼特別準備 其實沒有,她也沒有要什麼禮物 可能做蛋糕也簡單興奮一下 對,也會 昆寧有份參演的新戲 明天在北京舉行首映禮 而一身性感造型現身的她 跟荷里活動作巨星 Try Johnson等演員細細出席 而老公周杰亮也有到場支持 更在社交平台分享三人的合照 網民還留意到 Johnson騰空右手 沒有碰到昆寧的手臂 被稱讚救了紳士 昆寧又透露 當時是關完B之後 第三天收到電影劇本 在老公無限支持之下 最後也順利去了試鏡 當時因為我接到這個視鏡的時候 是我當時才剛出門上 我知道 對,我剛才裹完褲 那第三天 我原本是老闆,我可以下床 但當時老公都說好 所以可以讓人真的可以上座這個視鏡 所以我在可以上座這個視鏡 對 在戲中,昆寧飾演影爆殺手 站在多位高大演員身邊 顯得她特別嬌小 我覺得我身旁顯得非常渺少 所以我在裡面就需要一些鼓器 才可以打敗她 然後很開心 我覺得在這個拍攝裡面 有最好的導演跟最好的演員 然後在這裡好像學到很多 Johnson就飾演一位截資者 演戲經驗十足的他 坦然也有不少突破 我認為是真實的解釋 或是至少我可以 做出一場演員 做出一場演員 挑戰一人 一位最大的影響 Sawyer 是一位的男士,Jeff Glassblanner 他曾經第一位美國人 去上海大陸的一腳 John,鄧子奇 剛在馬來西亞、檳城 完成了他的巡迴演唱會 原來跟他第一次去當地開展 大家都知道,他除了是巨廢外 威報的容量也很厲害 所以他也特意品嘗當地的美食 包括大量的榴槤和椰子 所以他也說 這次的收穫的確非常豐富 聰明金剛、朱雪梅、唐文龍 林建明等人 齊齊出席電台廣播劇的 《電車遊記者會》 這個搶壽廣播劇以茶餐廳為背景 主打香港情懷 活動中也有直場派咖啡給市民 但聰明和Michael 也是這套廣播劇的支持者 如果有機會參與 他們也想好做甚麼角色 我很想當周老闆 周老闆? 你…你也瘋了 我也是做侍應 我也是…下單 這麼大隻的侍應嗎 其實他本身也有做過 有經驗的,他說 對… 我在美國時做兼職 做很多… 做洗碗、帶位、試應都做過 Michael又透露自己因為要工作 所以很少時間看世界盃 而大姐明正在看周圍玩 我沒甚麼看 我是周遊列國 周遊列國 尋開心 照顧自己,令自己快樂 主要是這樣的 一向喜歡做甜品的蔡健雅 明天在台北出席新店開幕活動 看到他早前去法國學做麵包 最近還順利取得第二張紅培證書 不過他慢慢想不到 竟然因為這樣被爆真實年齡 其實我看到有點傻眼 因為他用法文寫 就是蔡健雅 出身年月入 我說有這個必要嗎 好像甜點式、麵包師 不需要公布年齡 但沒關係,就公布 我保養得不錯,所以… 蔡健雅事業得意 不過今年跟法籍甜品師分手的他 愛情暫時沒有著落 現場有記者更加把他 跟都是金曲歌後的徐家營比較 看到Nana跟男友非常恩愛 蔡健雅也幽默回應 他很久以前就有男友了 我又不是沒有男友過 那所有計劃是否拿到愛情證書 你們發給我… 你們辦給我就有了 所以現在有對象嗎 我沒有證書,怎麼會有對象呢 Ginley李幸毅 今天現身電台宣傳新碟 早前結束紅館表演之後 就跟家人去了泰國玩 旅行的時候 Ginley也有貼文榮衣照 不過被問到 何時會嘗試更加性感的打扮 她就直言要大家等一下 但我覺得…不用了… 留下最好的東西是演唱會 對,可能下個表演更加性感 對…有時拿出感覺就很難 在台下就不用每次去到這麼盡 在台上就可以大膽和美麗 另外,Ginley演唱會 也有邀請家人上台表演 之前也有貼文 自己跟姐姐合唱的影片 獲得網友支持 Ginley也大讚姐唱得好聽 不知道有機會看到她們合作嗎 其實想的 對,其實我也想看看會否有機會 度身訂做一首歌 可以讓我跟姐姐唱 同樣去到電台宣傳的陳柏宇 剛剛跟太太過完結婚一周年紀念 兩個都在網上貼文想慶祝 太太更甜蜜到爆感留意 每天愛她多一聲 而Jason就搞笑地表示 買床就當作禮物 因為我們一向睡覺 都是睡覺四隻半床 但現在老婆帶了一套 之後四隻半就真的比較穩 她又用不到她的腩枕等等 所以就去買一張較大的床 是,那這會否是你們的周年禮物 又可以是 其實也是 其實有環保 對 Jason還發生了一件搞笑事 思願他連續兩次 衝過隧道自動繳費而沒有付錢 每天也有解釋為何這麼大頭蝦 因為習慣了自己的車 是有自動繳費 但因為車要進廠製造 所以借了他們的車來使用 忘記了,太習慣了 是 很習慣性的,這樣就過了 第一次過完之後 第二次還要再過一次 對 真的笑得慘了 我看見你笑得哭出來 真的笑得慘了,可能有甚麼好笑 你自己笑 但那一刻真的很好笑 琪琪最近帶來女兒Ella 任情街到法國芭蕾看時代表演 這次更是Ella 第一次在當地看表演 當然非常興奮 而吸引到她的,除了漂亮的衣服外 還有機會見到自己很喜歡的名模Carly Clocks 當然也有機會合照 媽媽安排的行程這麼豐富 相信Ella也玩得非常開心 好了,今晚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拜拜